七星楼的追兵马上就要到来 小莲前来通知新小月离去 却被新小月恩将仇报抓了起来 赏赐给了基于小莲美色已久的偿欢 新小月来到树林等待偿欢 遇见了恭候多时的白云 白云指责新小月为了自己的野心 搞得他们五人反目成仇 然而不管怎么样 新小月终归是白云的大姐 白云不希望看见新小月死去 奉劝她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随后白云赶去木屋救小莲 却只见到了被点了穴道的偿欢 看在一起长大的份上 白云放过了偿欢 四处寻找起小莲的下落 原来小莲的身份并不简单 她是魔教教主曹逆天之女 也就是魔教的圣女 她之所以跟在白云的身边 是希望白云能够帮她光复魔教 再看新小月和偿欢两人 一路上遭到七星楼的追杀 回到了小时候住的破庙 新小月准备在此等候几天 她已经通知里麦前来接应 常欢认为里麦失踪了两年 明显是要与他们划清界限 不如动身离开江南地带 逃出七星楼的势力范围 要走 你自己走 如果现在是白云叫你走的话 那你走不走 你为什么 老把自己和白云比呢 你和白云 根本不能比 常欢从小到大就喜欢新小月 见新小月如此贬低自己 常欢瞬间心如死灰 她出手点了新小月的穴道 准备把新小月交给秦百川 或许秦百川会饶她一命 常欢用绳子绑住了新小月 带着新小月赶往七星楼 见新小月不肯配合她 一向唯唯懦懦的常欢 竟然出手打向了新小月 李迈出现阻止了常欢 常欢根本不是李迈的对手 被李迈一掌打退了十几步 只好三十六季走为上季 李迈替新小月松绑后 将新小月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府邸 这间宅子就是李迈主人的 李迈信誓旦旦的保证 只要新小月待在这里 七星楼也奈何不了她 谁知就在半个月后 新小月吃惊地发现 李迈口中的主人 竟然是秦柏川的结拜兄弟陆颖峰 新小月以为被李迈出卖 连忙动身离开了陆家庄 李迈知道新小月误会了她 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你是陆颖峰的人 是七星楼的人 你误会了 什么恩 什么情 你碰到利益就会病 我自己是这样 又怎么能怪你们呢 我没变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新小月再也无法信任李迈 选择离开继续逃亡下去 三天之后 半座乞丐的长欢被人认出 遭到了七星楼杀手的围攻 长欢的武功虽然不如白云和寒辉 却也不是什么弱者 这群名字都没有的小喽啰 很快都死在了长欢的刀下 正当长欢心中得意之际 转身便遇见了新小月 新小月一刀刺伤了长欢 表示出卖她的人都要死 是你叫我出卖人的 从手到大 我看着你怎么样去出卖人 现在你连身边的人都出卖 你出卖寒辉 出卖白云 要是出卖人一定会死的话 长欢指责新小月 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喜欢把所有的过错 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长欢的话让新小月如遭雷击 一个喜欢出卖别人的人 又怎能期望不被别人出卖 新小月无地自容放过了长欢 奈何长欢大献一刀 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遭到了大批杀手的袭击 惨死在了乱刀之下 临死前的长欢 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 他们虽然过得倾苦贫穷 却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我真想再吃一次你做的鸡腿 我马上做给你吃 不用了 我想我吃不到了 长欢隐落在新小月的怀里 让新小月的心中十分失落 画面来到天山雪岭 白云带着小莲去采蘑菇 将莫愁留在了木屋 趁着这个间隙 新小月找到了莫愁 告诉莫愁长欢也死了 她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询问是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 才始终得不到白云的爱 我听白云跟我说过 她一直当你是最亲的人 只可惜你一次又一次使她感到失望 所以她只好离开你 真的是因为我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新小月这时恍然大悟 都是因为她的自私自利 才失去了白云 失去了得到的一切 失魂落魄的新小月向门外走去 整个人看着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白云返回木屋的路上 正好碰见了新小月 询问起新小月的来意 新小月向白云承认了她的错误 都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 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她会离开这个地方 不会再来打搅白云和莫仇 白云对新小月的态度感到诧异 连忙返回木屋去见莫仇 竟然发现莫仇倒在了地上 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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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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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